王思佳日前在女人我最大分享自己的爱马仕包包 本料事后却遭网友质疑是假包 终于在6日拍片正式回应 表示目前已经将包包送去美国检验真卫 还会得到准事结果 同时透露是第一次拿包包去验货 听到各种包包造假的案例刷新他的三观 自己也在第一时间跟代购商确认 若验出来是假货 方狠话弄他主动十八代 你知道这个包包贵上是30出头丸 你知道我拿多少钱吗 70 快90 所以你们就知道如果他是假的 我真的我弄他主动十八代 对就是如果他是假的 那我就是这个心态 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救命恩人 我他妈差点被当那个飞洋仔 我他妈就弄爆他这样 不过人有网友不买单留言酸他 这道真的啦 王思佳超呛回击我没有借过包 你可以教我怎么借吗 而大家质疑为何他不到专柜买 网友也挖出官员在9man频道解释的影片 表示专柜需要配货时间跟耐心 花钱就是要马上得到啊 9man也说现在买包的三大管道就是 代购、二手或是朋友转让 所以究竟真相是如何 大家也只能坐等王思佳的结果了